各位大家好 好 我們星期三又到了 上個禮拜我們畫了麻雀 人家戳了 戳了還有圍著石頭 還有圍著石頭 這個地方我的處境 就是在我們的工期藝術中心 頭上那條燒爐 你也要去看 我就是出了一刻 現在就要教你們的圍著石頭 今天就要教你們的圍著石頭 你了解嗎 第一步就先把水末和水 加我們的蜜 然後調整後圍著 第二步就是要石頭 第三步就是要精力 你了解嗎 今天我就要教你們的圍著石頭 我們現在的圍著石頭就有炒好了 對 我們這些中草 要來炒什麼 來 黃色加咖啡色 你的圍著石頭 有可能就是蜜石 因為我們國外的圍著石 藍色的叫做花青 黃的叫做藤黃 你了解嗎 所以國外圍著有他的名稱 現在就是黃的加咖啡 我們就把這些圍著石頭 剛才進行的圍著石頭 就要把它擦擦 現在我們是不是進行圍著一支一支 我們現在不用膠 我們跟圍著油的不一樣 跟油的不一樣 油的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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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是薄薄的一圓一圓 一圓再打開了 你了解嗎 方法不一樣 我們這個圍著 沾著你就把它塗上去 塗上去 這樣這個黃的 又像土黃色 這樣它就造出來 來這裡 如果它比較多 你就把它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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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我們怕我們剛才有咖啡加黃的 所以就要塗上去 我們也可以 這個咖啡 咖啡加了 然後用下去 現在塗上去 跟它塗上去 就沒有什麼一樣 有嗎 有感覺沒有什麼一樣 這邊 我們再把它擦擦擦擦擦 因為我們國化的東西 我們都薄薄的 薄薄的 薄薄的一圓一圓 再把它擦擦 我們現在再把它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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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較輕的 都會再這樣做變化 我們現在的剩就是先把剩剩 像這裡 我們這樣可以 把它剩出來 剩一剩 剩一剩 薄薄剩就好了 因為我們其實國法原料在用 很剩啦 它很剩 所以就要剩剩 有時候 留一剩白的感覺 就好了 而且 如果要怎樣調整 你知道嗎? 不知道 沒關係,黃的 黃的加什麼? 哪的 黃色加藍色 就變成綠色 我們現在是不是有一個 一張手 兩張手也有四張 我們現在就雕綠色 雕綠色就把它插起來 有綠色嗎? 有 我再問一遍 雕綠色用什麼? 加什麼? 黃的鋼 黃的鋼 對啦 這都很聰明 加一遍就可以了 我們這裡的清水淨濕堂 我們這裡的老大人都很厲害 加一遍就可以了 綠色我們就可以釣 每一次釣不一樣 都沒關係 我們就把它插出來 這樣釣起來 那個手掌的生 就跑出來了 手掌的 這樣 也有更暗的地方 也有更深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變化 雕綠色 雕綠色 不一樣 它自然就不一樣 了解嗎? 現在這裡 是不是在這裡過乾淨了 對不對? 我告訴過 菜顏色之後 我們要再整理 整理到時候 要怎麼採 再怎麼採都沒關係 這裡我們先把它染完 綠色 綠色 我們說過了 黃的 加藍的 如果再多一項 白色的話 這樣就是什麼 石綠 石綠 聽到嗎? 石綠就是 我們可以釣到 你知道嗎? 我用給你看 來喔 石綠的石綠 可以釣這個 土甲 它的石綠 就這樣做什麼? 比較亮 比較亮 這樣 它就不一樣了 它就不一樣 黃色 加藍色 加白色 破開 變成綠色之後 再加一些白色 它幾個圓條 也有石綠 但是我知道 你們現在買的 可能應該沒有 我們就這樣釣 我們就這樣釣 可以釣出來 石綠 就這樣釣出來 它覺得 這樣白無白無 不一樣的感覺 不一樣的感覺 這就是這間 這間店頭前的 土甲 這是餐廳的地方 藍色 像這個 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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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咖啡色 如果你的要比較清 就可以加雞一芝麻 知道嗎? 麻就是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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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現在再一張麻 我們來揉一下 來 我們就把它炒一炒 有看到咖啡燒嗎 這個就是咖啡燒 我們就把它炒一炒 現在長這個就出來了 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再抓一絲 抓一絲綠的感覺 因為它現在掛起來後 有時候它綠色會長一些草 它會生一些草 我們就把它用一絲出來 有時候這個長 這個旁邊 它會發一些草 或是它發的東西 我們都不知道 反正我們可以加一絲綠色的褲 因為它會長出來 而且我們這裡是不是圍到 像日葵 我們這個褲子再把它圍一下 到時候它乾掉的時候 這裡再來炒什麼燒 你知道嗎 它會不要黑熟 這是隱隱約約而已 隱隱約約看也沒關係 我們現在的時候 它這個點黃的 你來加一絲綠色的 把它加一絲綠色的 你這樣就把它點點的 感覺到我這裡 就好像有一粒火在這裡 它有消息或沒有消息 當然有 我們再加一些咖啡色 再加一些咖啡色 咖啡色 當然現在 我們把它拔一下 這樣就好圍就對了 廚那裡 要用什麼燒 來 奶 加一絲綠色的 叫做花青 你聽過花青嗎 沒有 藍色加黑色就是 一絲綠色就好了 你如果加太多就變成黑色 你聽不懂 好 來 我們現在就好 來 給它拔一下 先拔一下 先拔一下 拔一下 這樣 來 現在再拔一下 好 這型的 你有沒有看到白白的 白白的時候 我這裡再補一下 這樣 顏色上 讓它稍微變化一下 變化不一樣 他們的廚咖啡 老老 牠有那種尷尬 就對了 好 我們下面 這個茶 用什麼燒 知道嗎 咖啡色 用咖啡色 用咖啡色的味 這個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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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拿過 這個杏 也要這樣拿過 這個杏 這樣 人家這張 現在這裡一點一點 切仔米有嗎 切仔米的時候 因為都要讓牠更明顯 所以我們把黃的 咖啡 黃色 黃色 加白色 我們讓牠更亮一下 讓牠亮一些 先把它點下去 我們是不是要一顆一顆 我們這個一顆一顆 再把它點下去 就是要讓牠更突顯 當然你如果牠不夠 牠不夠 牠不夠 牠可以 再繼續 牠蒸到更多 這都沒有問題 因為貴賓主 現在在這裡要簡單牠給你看 所以我必須要在這裡 先這樣拿 先這樣拿 就好了 給你們看 知道要怎麼拿 就好了 整張 還要什麼 最夠尾 就是落款 請問 落款叫做什麼 寫大禮人 但是在這裡是寫小禮 我這裡是寫豐收下的喜悅 你如果寫什麼人的名字 就寫什麼人的名字 我叫什麼名字 我叫什麼名字 寫貴的米豬 我就寫貴的米豬 你了解嗎 我寫貴米豬 你不可以對我寫貴米豬 你怎麼寫自己的名字 你知道嗎 這樣老師表演什麼 來就換給你們 謝謝 加油 加油